我們可以去看到 他這一次的一個演習 我們特別先看一下 他是什麼呢 在東部戰區 東部戰區理論上 他就是怎麼樣 要打台灣的嘛 那他這裡的話 特別他還弄出 這一個兩棲部隊 那這裡面的話 我們有看到 他的一個影片裡面 其實都是先弄出什麼呢 裝甲戰車 你是說實戰 今天的戰車適合打台灣嗎 應該不會吧 而且像戰 你戰車怎麼開進來 今天最基本 一開始應該是先海空才對啊 是打到你一定是掌握了 制空權跟制海權之後 你才會要進行 這一個登陸作戰嘛 而且他其實今天還是說 在這個3D裡面進行這個軍演 所以其實他的這個演習 是不是真的說 我就要準備打你台灣 你應該是先登陸上來之後 才會繼續進行一個 3D戰也好 巷戰也好 可是你連登陸都還沒有 那你今天放出這個影片 其實是有一些 這一個文攻大雨不克的味道 是一個宣傳效果 大雨實際的一個軍事效果 那我們繼續來看的話 他這一次其實我們現在講 兩棲部隊等等的這一些 是現在已經變成一個3棲部隊了 那這個3棲是什麼呢 陸 海之外還加上一個什麼 空 那這個空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去看到 今天解放軍他一直很強調 他有這一個先進的直升機等等的 其實這個的話 過去他直升機 是歷史在這一個陸軍航空隊 但是這邊有一個 也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非常不一樣的不同是什麼呢 解放軍他是承襲著 俄羅斯的這一個戰鬥的戰法 那俄羅斯跟這一個中共的話呢 他們過去這一個空降兵 其實是歷史在空軍 跟我們國軍跟我們 跟我們常看到的美軍101空降師 他是陸軍有相當大的一個不同 因為這兩個的話 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戰術觀念 所以對解放軍來講的話 他那個俄羅斯過去他是怎麼樣呢 我們常常看到一些電影裡面 有一個磁路式直升機 就是我們看到米開口的 MI開口的米式直升機 他就是怎麼樣 他的火力攻擊跟人員的搭載 是同一型的 那美國的話呢 美國的直升機戰術是怎麼樣呢 他是攻擊直升機 再配一個運兵直升機 攻擊直升機呢 就是我們常講的 早期是眼鏡蛇直升機嘛 那現在就是APA7了呀 那這個的話 載人的話 以前我們講UH-1 那現在就是黑衣直升機 他是一個兩種直升機 同時出去進行一個任務 那這邊的話 解放軍他過去 在這空軍的體系之下 也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空軍的話 他包含了散降以及機降 但是今天你往前攻擊 不會是空軍做主啊 你還是要陸軍來做搭配 所以在這個軍改之後呢 他開始把他的直升機 開始要那邊到了這一個 陸軍的一個指揮體系 不管是在人事啦 或是在一些裝備上面啦 其實都有非常大的一個不同 也是希望說 未來他在作戰上面的話 甚至有一點類似 學習我們的航課部 我們的話 我們中華民國國軍 我們除了直升機往前進攻之外 人員也隨時隨時機動 因為在過去的話 我們的最大的問題是 你裝甲往前衝 可是你的步兵部隊 要怎麼跟上裝甲部隊 如果你沒有跟上的話 你的戰車一下子 就被人家步兵給貓掉了 你的戰車變靶子而已 完全就變成這個靶子了嘛 所以現在的話 不只是你的戰車 要去往前去做一個推進 更重要的就是說 今天你的這一個人員能不能跟上 那你人在怎麼跑 你在做什麼樣的車 你才跑得再快 也絕對不會贏得過 直升機幫你來運 所以其實現在鐵棒軍 他力量新改的話 會變成我們看到 他的一些裝備也好 演訊也好 甚至他最近出現的一個畫面 他也在告訴他的一個民眾 甚至告訴他其他的一些軍方 說我的戰術戰法 已經在進行很大的改變了 那其實我們今天可以去看到 這影片來看的話 剛才我們看到他已經 還在用這個黑鷹直升機嘛 可是美國他其實有一些 新的發展已經出來了 講難聽一點啦 今天我們常常在說 解放軍跟美軍 其實兩個是有一個 世代上的一個差異 這邊怎麼講呢 當時你還在用黑鷹 你還在模仿黑鷹 你還在提出 中國版的黑鷹的時候 美軍已經在進行下一個 次代的一個新的直升機作戰 那這個美國的新的直升機 作戰是怎麼樣呢 他甚至他不需要去依靠 他的一個不管是火力也好 載絕也好 重要的是怎麼樣呢 結合他的逆蹤 你的一個速度要能夠低空 夠快 然後突穿 所以這也是其實今天 美國他的所有的 不管是環太平洋演習 或是其他的一些相關演習 他都在試驗一個新打法 就是說我不需要 再大規模的兵力 我的小規模 高機動 高速度 一個快速的突穿佔領 這個就是在戰略上面 解放軍跟美軍 最大的一個差異 前陣子不是有說法嗎 中國的軍武學的是 俄國戰術學的是美國 台灣咧 我們台灣怎麼疼的 不過我感覺起來 中國大陸現在不只戰術 術學的是美國 這PO文的方式 也蠻學俄羅斯的 感覺起來呢 就是要再嗅肌肉嘛 而且還來真的 孫大哥 其實我們前面講說 大前一言一說 習近平 希特勒話 有一個人一定很生氣 誰 金正恩說 他是金正恩話 他在學我 當時的時候 我一直找那個小從羅德曼 說我在等你的電話 歐巴馬 我在等你的電話 等你喔 都不打來 所以怎麼辦 金正恩就發射飛彈 就把武器給亮出來 那現在呢 習近平也講了啊 你在等那個傳統人 拜這個電話 等不到啊 零幾零幾 等你喔 都等不到 那怎麼辦呢 所以就把他的飛彈 通通拿出來了 孫大哥 你有年紀了 現在沒有人在玩這個了 好啦 現在都搖一搖 所以他現在呢 前幾天的時候 你看他特別的 兩格飛彈 他上次公布說 東風26是真的航母殺手 曾經打中 所以他把東風26啊 把所有的飛彈全部漏出來 再給你看 我們的飛彈這麼多 你再不來打電話的話 我就要跟金正恩一樣 發射飛彈了 然後這特別的是什麼 東風26 他放了二十幾台呢 放在山東 山東那邊是什麼 他會射程五千公里嘛 因為你如果直接看到岸邊 直接被炸掉 他射程五千公里就告訴你說 你美國的航空母艦 趕過來 我就可以打你 然後另外一個呢 你印度那邊一直找我麻煩 所以擺一個在新疆 也是在警告印度 然後另外一個他就是呢 他前幾天又放了一個巨浪山 潛水艇可以潛射一萬公里的 潛射飛彈 一萬公里的可以帶核彈頭的 然後另外又排出來 七個改良後的 東風31A 東風31A的也是號稱 可以七八千公里到一萬公里 打出去之後 上面還有三個核彈頭 所以告訴美國說 你再不打電話來 我就要用飛彈來架你了 莊佳哥不就為了一通電話嗎 幹嘛撥得這麼不容易 可是事實上當然其實 比較嚴肅講 BBC就講 他在測試拜登的底線 然後又測試拜登 所以上次呢 香港那邊又黎智英 又拜登都不講話 那我現在台灣這邊挑釁一下 可不可以 可是我們台灣就都說 拜登你正忙嘛 台灣自己來 所以呢 我們現在的天驅部隊 第三連隊 又進駐到澎湖去了 過去我們的天驅作戰 因為天後的關係 大概一年只有一段時間 去了澎湖 你現在天天飛機那邊飛 前面有23號 25號 28架飛機 還是戰鬥編組 告訴你說 我們不用等到台灣起飛 我在澎湖這邊 我IDF和F-16 直接上來就攔截你了 是 那後面呢 你又給我告訴他 秀什麼野馬氣墊船 各種東西 你要來打我們 我們告訴你說 我們不用等美國 我們不需要等 我們的IDF就可以教訓你 所以我們先前都講過 我們IDF有萬劍彈嘛 但是過去只有給你看 這一次讓國際媒體 外媒媒體一起來給你看 萬劍彈 把你看到說整個弄上來 那萬劍彈的差別在哪裡呢 那個就叫做天女善花 萬劍穿星 這樣IDF呢 過去的時候 美國在我們製造的時候 美國很害怕我們 通通的飛過去 攻擊到中國本土 變成是攻擊性武力 所以雖然我們IDF呢 它的哥哥呢 我們學習的對象是F-16 而F-16低空是可以快速攻擊的 但是美國呢 把這個功能給我們取消了 所以我們IDF呢 就在空中取役 在空中作戰 沒辦法對地攻擊 可是前段時間 美國看那個越來越不行 其實極速大彈 國際上是說最好不要做 不能做的 可是台灣呢 因為你們都不讓我們 加入國際組織嘛 所以國際規範 對我們是沒有限制的 所以美國就允許我們去研究了 所以我們就有這個極速大彈 那極速大彈 萬劍彈的你看 就掛在這邊對不對 當你F-16 IDF飛到那個 從台中起來 或新竹什麼起來之後 然後你對方呢 在平台那邊 在福建那邊 廈門那邊 戰機開始集結 第一波飛機飛過來 就像上次一樣 二十八架戰鬥組裝 第一波我不攔你 但是我後面 萬劍彈射成兩百公里 射過去之後 一到那邊 天裡散花 一百多顆炸彈 開始往下面一直炸 然後一炸之後呢 第一個針對跑道 讓你第二波飛機無法緊飛 再過來針對你的雷達戰 讓你沒辦法去指飛 你飛出來的飛機 然後接下來 那你那二十八架 等著被我們其他戰機殲滅 可是萬劍彈 還不是只有如此而已 它更狠的是什麼 它第一次公開試射畫面 是2015年還2016年 你真的以為說 我們萬劍彈是飛過去 打你的那個機場嗎 打你的雷達嗎 第一次演練給你看是什麼 在我們的台灣海峽那邊 有幾艘船 一個船對過來 萬劍彈一百多門一炸下去 是好幾個足球場 所以如果你萬船齊發 你的野馬氣電船 你的那些什麼所有的船 通通開始要出海 從平丹島 他們最喜歡講說 千機騰空渡海峽 萬船齊發滅台灣 當你萬船齊發的時候 IDF飛到你上面 遠遠的地方 萬劍彈到你上空 一戰 八十艘船 同時八十艘船都艦彈 同時八十艘船都中掉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就秀給你 才說隨便你 你呢 在如何威脅 但是我們不怕 那為什麼台灣這時候有這個底氣呢 有一件事情更重要 美國在他們那個威脅的時候 除了國務院發表一個聲明之外 YouTube又飛來了 而且特別的 飛出到台灣這邊的時候 故意打開底火視別器 讓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YouTube過去的時候 它是去針對蘇聯的 針對中國的 針對古巴危機的 而且裡面關係最好的 就是台灣 而台灣跟它關係最好是什麼 台美合作會回到當年的一個狀態